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原则是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 前提 对此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直言 中国终于说实话一巴掌打在马英九脸上 OK好 如果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前提的话 有趣 那个一个中国是哪一个中国 当然是他口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他对我们参加的条件就是 只能与中国台湾的所谓地方的一个经济组织进去 所以这么严苛的条件 台湾人在这个议题上有共识吗 来听我的意见 来讲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议题的时候 不能只看当下那个时候点 说出什么话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长久以来的一个脉络 比如说马英九执政已经是2008年 之前的事了 08到16蛮久了 在那个时候很多国际组织 我们说WHA 或者是其他的那时候要什么ECFA 什么这些东西 你一路一路的加入或是跟他们签的时候 这些东西当时还有马锡惠 那一段整个时间 我们从时间 我们要整段时间来看 你不是看到今天台办今天说了什么话 你要长久以来的脉络来看事情 那个时候一个中国曾经被模糊掉 你说你是中华民国 我说我是中华民国 就是这样子来各自表述那个阶段 然后到了后来 所以那时候我们参加了一些组织 什么WHA 什么民航 什么这些我们都有去参加 可以去开会中华台北 那时候中国没有讲出什么很激烈的反应 对吧 那个马英九那个时间点 他采取的政策是这样子 就是有点模糊化 就跟很多台湾人民现在想说 我们就是维持现状 以后再来讨论这个 把这个事情往后遞言 不要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的确我们就局势 现实我们就是比较弱 好我们就是尽量把他往后演 那个策略大概是这样 好一直演变到你看 那个民党上台后一直改 到了他们说去年习近平的 这个元月二号的谈话 把他 他说最后他们要一国两制 他们的什么 然后他们要和平同意 这个他们的方针 这个这些方针提出来 那到后来这个RCEP 到了最近的国裁办讲话 就国裁办就越来越严厉 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螺丝就越锁越紧 越锁越紧 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小 那你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因为 这个是因为 就是打脸马英九吗 我觉得马英九在讲的时候 他的情境还在那个时候 那您的逻辑是说台湾越来越不听话 所以国台办的恶婆婆就开始修理我们 因为中共一向对台湾做两手策略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一手硬 他硬的永远是讲说 针对台独的少数的点点点 听久了都是那一套 软人他说希望台湾同把年轻人 到那边做什么鼓励 共同发展创造记忆 对不对 假设台湾交流RCEP的前提是 承认我们是中国台湾 那现在当然不会接受 但现在国家就没有办法接受 也不会接受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 从今年应该是从这一次的疫情以后 所以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因为一直的累积恶意 那累积恶意 我们对说我们很 就是我不是很早就说过 你认为国台办的强硬发言 是这段期间台湾社会的恶意 以前台办在中国大陆那个地方 在他们也有很多鹰派割派 台派应该算是比较割派的 现在是慢慢的很多人都越来越 割派变老鹰了 临左勿右 就跟台湾一样 跟我们这里一样 以前陈平通讲说 让那些什么小明慧 其实善意是好事 结果被打得不得了 陈平通就越来越保守 所有两边都往这边走的时候 所以你认为这个疫情是因为 双方的恶意越来越升高 造成了僵局 对越来越没路 没路的情况下 那国际局势改变 我们要注意看到国际局势 那我有一题我追问一下 北京今天有个新闻 北京你制定台湾顽固分子清单 顽固分子清单 陆委会呛说台湾人 因为你这个顽固分子清单 只会更厌恶了 那国际局势说 这笔账一定要算 要跟谁算 台湾人算 还是你所谓的顽固分子算 但却强调只是针对极少数人 极少数人 如果是多数名义的代表的话 你处理少数人 你就在处理台湾的多数名义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这一题 陆委会的副主委我回应了 他说近来对案 试图威胁 恫吓台湾社会 干扰我民主政治的运作 此恶劣行径 不但为了台湾人民感到失败畏惧 反而更加厌恶 共产极权专制体制的 无知满河 和世界的普世价值 越行越远 我大展提出一个问题 国台办提出说 台面上有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请问一下 公布一下 有没有台面下 是否有统一促进分子的清单 拿出来说 你才算是公平 这个我听了才是听不下去的 动不动就威胁这些人 而且他对台独的定义 是由他说了算 搞不好哪天你不出来说 我赞成统一 你也变成台独 并说这样 你要干嘛 所以你看陆委会这个讲法 陆委会讲得很好 我觉得陆委会这一段讲法 这一段威胁中国 其实在两岸的这种纷争 这种对抗当中 我最吃亏的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台商 你知道吗 因为共产党做的事情 民党跟共产党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民进党被共产党 我跟你讲都是一样的 很明显台商真的是很可怜 我讲给你听 这一段里头 他针对的不只是台独什么主张台独 还包括金主 你有没有看到 我有仔细看他写得很清楚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提供给这个 因为他们认为民进党就是主张台独 提供这些特定这些政策的话 他们会对你做制裁 因为有些人也在那边做生意 反正可能会有或多或少这种干扰 民进党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吗 我讲给在台湾 在中华民国之内 民进党不是私底下台面上台面下 对一些商人进行恐吓吗 如果你对国民党有什么捐助 有什么恐吓你吗 所以商人真的是很可怜 因为正式的因素 让商人没有办法好好的努力 认真的做生意帮我们赚外汇 那从一提 我听听民众党的意见 因为民众党曾经主张 就是说两岸一家亲 但我知道它的权势上是比较文化的这种关系 那在制度面上 事实上 民进党在主张台独 可是民进党 现在台独的声音是民进党的少数 它是在捍卫中华民国自由民主法治的体制 它对抗是一个对我们有领土主权 野心的一个外部的一个主权体系 那我听你的意见 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柯文哲过去说它是墨率 标准的台独顽固分子 没差点两岸一家亲 听你的意见 所以台独顽固分子 这个顽固二字就是坚守台湾价值的人 主题很清楚的人他叫顽固 不然的话台独顽固 重点在顽固 那我认为说 不管柯主席讲了两岸一家亲 还是说台北跟上海的双层论坛 都是延续一个两岸在一些 这个相互学习上面的进步性 包括我们当时台北市政府 去办两岸的这个双层论坛 谈的是环保的问题 是一些永续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跟就业相关的 这个机制的问题 青年的问题 可是后来整体上面 当然是民进党政府 对于柯主席的有一些 不管是彻翼还是重点打击 就把他的这个用语 上纲层好像他有一部分 好像是跟对岸没来远去 那包括他要选18年的 这个再联任的时候 是打击的最严重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 是国内自己的 对自己的政敌好了 这个真的是打击的这个用力度 这个真的是蛮强的 那您统议就是国内办 标志中华民国的 所以我不认为 一个拥有思想自由的 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你的人民里面有叫做台国顽固分子 那另外一边 你某种程度就是称许这些 有统一促进分子的 所以优良成分的存在 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 基本的核心价值 是个严重的挑衅 所以我认为北京政府 自己这次是犯了自己的错 就是把他的专制性台面化 他还是会演的 专制性台面化 他一个专制性的统治 才可以说我要这样子定法 他的法就过了 像最近我们在质疑说 台湾有一些法律 可能有人权上的疑虑 弄一弄也过不去 可是他说要定什么就定 而且这个顽固分子清单根本跟立法无关 这提报出来可能就变成他们的黑名单 所以我是觉得说相对来讲 这一次如果要面对 你刚刚提说 有没有台湾的统一促进名单 其实台湾自己岛内自己搜一搜 搞不好自己也大概知道 那我刚听这个逸征委员意思就是说 如果为了台商 然后有人受害 然后这些里面的问题 有一些人可能是民党的金主 我觉得这事情都太过简化了 总体上来讲 北京的专制是看香港 香港这一次包括很多议员被迫退出 不能再用民主的机制进行问证才是关键 那台湾如果因为这样子被吓到 台湾有一些那我们就自首 我听说我们好几个委员都自首 他就是台湾完顾分子 他认为是勋章 他认为是在台湾来讲大家都会称赞 所以我认为还是我们自己的主权独立 本身的制度捍卫得好 那这些不能随之去 在岛内再进行很多的这个政敌的打击 才不会是落入他们要的目的 OK你说反而要注意说 他搞不好设一个仙套 要你们台湾内部自己来划分 什么人是无台湾 什么人是无同意 这二分的分裂 让台湾内部更加的距离 金时吉先生 对他当然有可能有这样的目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重点在于说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办法 这个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 就是因为逢中必软 比如说中国用这么二百五的方式 要列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结果刚刚讲一讲回过头来说 民进党去查厂商 这什么鬼啊 你要骂的对象就叫做中共好不好 当然在监督我们的执政党 现在对中共这种行为一句屁语都不敢放 然后回过头来说 执政党要这个大套恐恶 有捐输 这什么鬼啊 到底谁在执政 民进党的执政要有能力面对外伍 不是每天都告诉我们说 所以就告诉你说 题目叫做中共要列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但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国民党要把它转过来这边 我觉得两边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评论一下中共这个做法 我不是说吗 陆伟会说的很好 陆伟会说的很好 这就是国民党自己的问题 所以国民党要自己去面对 那国民党不要这些民众支持 我觉得也很赞 也是相当有勇气啦 那我会建议中共呢 你就反过来 你真的只要列那个支持统一的清单 比较省事啦 因为台湾大概七八成都是支持台独啦 各种民调 而且还越来越高 所以如果你只要列出那十几二十趴的话 工程上面会比较简略一点 会列的比较少一点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大家知道 原来这些人就是很积极支持统一 那我们也一幕了然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 刚才讲到民调 在新闻所做的民调 关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 请问您比较偏向哪一种 主张立即统一跟先维持现状 未来再统一的 两个加起来大概10.6% 广义的维持现状 暂时或是永远维持现状 高达56.5% 先维持现状再独立立即独裂 加起来是29.5% 所以广义的巨统的 大概占台湾八成的名义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主流名义 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